明天就是2015年了 是時候為來年財政狀況定一個目標 根據一份最新調查顯示 加拿大人的新年理財目標排行榜中 償還欠責已經連續蟬聯五年榜首 以此為首的加國居民更有真無減 由去年的16%上升至22% 升幅接近三成 相反 退休儲蓄計劃的重要性則相對減少 轉移關注較短期的理財目標 與支付帳單和回憶預算